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网路 在网路上面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版本的圣经 用手机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圣经 在电脑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圣经 在iPad上面可以用到很多看到很多的圣经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工具 我鼓励你读神的话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恩典三六五每天短短的三分钟的时间 谢谢你 可以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花 但是我还是鼓励你 你可以自己读圣经 主知道你的需要 主认识你 因为你是他造的 他知道你 他认识你 他知道你此时此刻正在面对些什么 我不知道啊 没有一个强人知道 但是 谢谢主 主知道 求主神 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神透过圣经把你今天需要的话赏赐给你 出于他的话 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出于他的话 能够光照 能够指引 能够安慰 能够提醒 当然也可能是警告 是踩刹车 你需要主的话 打开圣经来读主的话 这段时间我们在分享说 主来的日子近了 所谓一般人说世界末日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而这个时刻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主说 他在我们昨天找到那个 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 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 忠心又有见识 昨天和你分享 在这段经文里面 讲到什么是见识呢 是按时分量 按时是 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 这个timing 是这个时刻做这样的事 分量呢 是做主要你做的事 这个时候是吃饭的时候 你就去分量 这个时候是 要上床睡觉的时候 你就去铺床 什么时间 做什么样的事 主要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样的事 分量的意思 不是说每个人都去做 同样的事情 而是说 这个仆人 主要他去分量 他就好好去分量 那个仆人 主要他去打扫 他就好好去打扫 那个仆人 主要他去把那个水弄 预备好 把床预备好 把什么 每一个 我还是说 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里面 都有一个神 托付你做的事情 我们真的不要 这一辈子 忙忙碌碌 做了好多的事 却唯独那个 主要我们做的事 你没有做 求主帮助我们 按时分量 你要知道什么是 神要你做的那件事 那个仆人 应该去分量 你呢 分量的意思就是 准备饭食嘛 把吃的东西准备好 然后为每一个人预备 这个人可能喜欢吃这个 那个人喜欢 我把每个人 该做的事情都做好来 求主帮助你 也帮助我 让我们每一天忙忙碌碌 但是不是做一些 无关紧要的事 每一天忙忙碌碌 都做这个季节 该做的事 都做上帝 吩咐我要做的事 以至于每天上床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很安定的说 这一天 我没有白白的浪费 这一天 我做了 该做的事 我做这个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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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这个季节